受贿 一输道谢 这就是偷盗的行为 这就是造的盗 宽富 信任冤枉 损害重量 先是物陷陷害 好人啊 为什么陷害他 大概宋的贿赂不够多 来找麻烦了 望是邪取 忠 静似之心 奉公王寺 良是善良 他在上位 下面真的有好人 好人要把他赶走 那就得用陷害 这所谓的是 瑜伽之罪 活患无辞 陷害这些人 这些人都是好人 都是政治的人 如果被陷害 他不明应过 他没有修复 怨恨在心 这个怨恨 就是来生 要报复的了 你这身陷害他 来生日到的时候 他陷害你 就怨怨相报 生生世世 这个冤仇 解不开点 麻烦可大了 佛菩萨常常教导我们 冤家 一解 不一解 过去愚痴 没有智慧 解的一些冤 一定想办法 多不得化解 再不给人 解缘愁了 你要遇到个 修复的人 遇到个明白人 你陷害他 他不记住 他退下来就算了 或者是 缘走踏风 绝不记恨 你有没有罪呢 有罪 跟谁结罪呢 跟众生结罪 因为这个好人 他是为众生服务的 现在讲 他为人民服务的 你陷害他的时候 人民 设掉一个 真正能帮助他的人 他如果是 也在位 也做事情的时候 他能够利益多少人 这个面有多大 利益的时间有多久 人民能够想他的福 那现在你害了 人民设掉了 账从这里算 跟被害的那个人 那个人是个菩萨 无所谓 不记仇 跟他没关系 但是跟人民这一笔账的时候 因果责任 你要被 如果他做事情 做好事 影响的面越大 时间越长 你的罪结越重 你 你 你将他了 帮助人民的 这个机缘 给他 断绝了 因果责任 要服务 这个帐将来 死了以后 到阎罗王那里 就算这个帐 那才叫可怕了 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真正是个好人 你把他的前途断了 我们叫真好人 不但不怨恨你 感谢你 他为什么感激你 他的心尽到了 为国家 为人民服务的心尽到了 但是死呢 死的时候被你 把他整垮了 换一句话说 他心尽到了 事情不必做了 你不给他机会 做都不必做了 对他 有利没有弊 做事很辛苦 他不必辛苦了 所以你多方面 就观察的时候 你就了解 你造的罪业 是什么样的罪业 跟哪些人结罪 我们用古人来做比喻 勤愧杀岳飞 岳飞是个凡人 没有学这个佛法 他会恨你 他将来会报复你 岳飞受了 能理道德的教育 知道忠君爱国 被杀 没有怨恨 那结罪 从哪里结罪 你不杀害又飞 他能保护这个国家 不受 耻辱 他是个好人 你把他杀害了 后面的结果是什么 你向金称称 那个时候的金 最怕的就是岳飞 所以你把岳飞杀了之后 国家受了耻辱 民族受了耻辱 这个罪过 可中了 前前前后后 你要想通了 你就不敢干的事情了 在威 这个地位又高 前后 第一道门 门前门后 往前面走 是天堂 往后面走 是地狱 问题 你在这个当中 你走哪一个方向 你不能不知道 在这个当中 喊 丶 散 门前